中国银杏之乡 中国有六处银杏之乡最具盛名 它们分别是湖北省安禄市 江苏省太兴市 江苏省披州市 山东省潭城县 广东省南雄市 浙江省长兴县 银杏是银杏科银杏鼠的统称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公孙树 曾是仅遗存于我国珍稀树种之一 素有活化石之称 银杏树的果实和叶子 均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但是银杏种子的肉质外种皮 含白果酸、白果醇及白果酚有毒 银杏叶中也含有有毒成分 服用剂量过大或时间较长 会危害心脏健康 银杏树形优美 春夏季叶色嫩绿 秋季变成黄色 颇为美观 可作庭圆树及行道树 儿子